法西在地新聞 繼續來看這次的總統代算 創英文打擺對手韓國儒 將作中華民國第十五代的總統 也不過不是選贏 就聽了翹腳亂出手囉 我們情很需要改革的 是當季以來 青年新水嫁跟處嫁儘管 跟經濟發展相關的議題 民眾也期待 兩方可以和平穩定 但是如果是中國對臺灣 繼續來採用為兜的政策 如果這樣 台海關係 也就是創總統 先進去的一個大挑戰 不過你們都是我的 在做社會當創英文跟選民 活動很好 現場記憶叫 孤前跟選票都變成自己的 但是先說認真只是起點 就表示說 Google真的在臺灣的 不是只有G7在臺灣 我希望加倍到處臺灣 連續四年 調完基本港主 選前創英文電線這段 只是更好 經濟發展議員是 投一個口袋 所謂的五缺 五缺包含電力 包含土地資金等等之類 怎麼去解決的問題 年輕人的失業率現在非常高 所以怎麼樣去解決 年輕人就業跟薪資的問題 如果是否有錢 比重最關心 不過臺灣經濟在中國 有一定的依存度 兩方的關係 也加上創總統 必須要學分 蔡總統不願意接受92公司 所以我們在外交上 已經被拿掉七個國家 我們很擔心 未來如果還持續下去的話 可能我們的國際空間 會越來越小 我相信中國 他還是會延續 原本的這種 所謂的圍堵他的一個策略 不願意跟我們的海基會 或者是說 相關的授權單位來接觸 無論是人家化 那就是經濟 問題一個比一個更疲倦 也有四黨的創營 不然現在的壓力 台北一路 這樣不可以走得更順利 第二任他可能會思考 更多的一些改革 或者是改變 臺灣的整體的一個產業體質 陪著選民的期待 面對接下來四黨的各項調整 副政府努力 演習悠感接見 謝謝董日 好